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总共会有三种 这边的第四页部分 刚刚我可能在贴的时候 多贴了一个什么点Copy 所以刚刚可能这两个地方都点Copy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发现错误 可能自己要把那个问题找出来 好 还是因为我潜意识一直想说 故意给你贴一点错误的东西 让你们也至少要找出错误 因为其实找Bug也是程式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解Bug的能力的话 就真的有时候其实发现错误 可能要反而要花更多的力气 所以像有些地方 我是已经帮各位把这个Bug给解掉 但未来其实你要慢慢就是习惯 像看久了 你只要发现一个错误 你就马上直觉知道说 应该是哪个地方出了错误 自然而然你写程式的时间也会缩短 效率当然又更高了 OK 所以如果可以练就那种 想要写什么 可以马上可以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这方面技术就很纯熟了 像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如果有时间同学 可以再把这2490多笔资料 先insult into 到资料库 上个礼拜讲的 有没有 assess 资料库 然后再用那个slate的语法 再把查询的资料再查回来 上个礼拜的东西 OK 其实层次不多 但是可能要试着把 刚刚我讲的 可以把它熟练起来 那你就会很快 你想要把资料丢资料库就丢过去 你想要把资料再捞回来 就很快捞回来 OK 那刚刚的部分的话 就是1跟2的部分完成 再来的话3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没有结果 其实这个我也想了蛮久的 其实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 我预设内建没有这功能的话 那我就要想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如果没有 那问题什么样状况 才叫做没有结果 比如说我试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那我们 我这个程式 我已经把它先贴上来 我这一个中段点好了 那我的判断呢 主要是判断什么呢 我们要执行一下好了 比如说我输入 这里面应该没有姓0的 我随便输入一个姓0的 假设 有没有什么0 小0 什么0 这个时候的话 那主要我怎么知道 到底他为什么没有资料 那理论上 我先切回来这边 没有 那怎么知道没有 其实 当然有很多方法 目前 我想到的一招 就是我还蛮常用到的 游标放A1 对不对 然后如果控制度向下 他是1048576 也就是他会跳到最下面一列的话 那表示他没有查到资料 如果说他有查到资料 那不会哦 他应该会停到405列的位置 他就不会跑到最下面 除非说呢 你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资料 OK 可是 这个可能会有个问题 因为1048576 这个列数呢 是在Excel的2007之后的版本 才是这个数字哦 可是哦 如果说你是2007以前 像2003的话 那就是6536 OK 所以假如你这样的写的话 仅适用于Excel2007以后的版本 那你想说 这这样不合理啊 那你这样不是歧视2003的吗 是不是 而且有些公司 现在还在用2003 真的不夸张 我现在去做切内部训练 你看哇 还有很多人在用2003 OK 因为不是小公司 因为可能这些都被超过 被人家使用 有的时候是这样 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要重新认 再买授权吧 因为你买新的授权也要钱啊 那之前可以做一下新的东西 就是为了你300分 让他帮忙看 也有可能啦 对也有可能 所以他这个考虑点很多啦 OK 当然也有心有救了 那怎么办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要向下追踪的话 那所以我这边的话 我就特别注意哦 我写的位置哦 刚刚是写在那个Input Box的下方 有没有 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对不对 但是呢 房贷3的话呢 特别之后你就一定要写在哪里 写在Auto Filter 筛选的下一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写在上面的话 他根本还没筛选 所以你也不可能说 你知道说现在到底有没有资料 所以哦 房贷3呢 一定要写在Auto Filter的下一行 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 我先把他切过来这样吗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比对 如果 如果 徐车1就是这个工作表 徐车1里面的这个工作表 向下追踪 这前面写过了没有 Range 这初阶段应该都有学过 向下追踪 And XLDOWN.ROW 如果是1048576的话 那现在是不是向下 对没错 查无资料 跳一个MASURE BUS 那接下来的话 还在做什么处置呢 特别注意 当然这个部分你要把什么 把它的筛选取消掉 所以这个地方 一样要Auto Filter把它关掉 再来的话 再把这个 因为这个0 这个已经产生工作表 这个多余的 所以要把它砍掉 所以要这个地方 1我先把它筛选取消掉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 去着X 因为这X 我刚刚是输入0 所以这个工作表 帮我砍掉 然后再来怎么样 离开 Is it sub 就跳到最后面去了 程式就结束了 等于是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这个资料 还是维持跟之前是一样 那我再跑一次 这个地方中段点拉掉 比如我再试一下 输入0 虽然它会闪一下 但是它其实应该 有没有 插入失料 按确定 就又跳回来了 OK 不过理论下 应该跳回这边 才比较合理 所以 应该最后这边 应该要再加 在Is it sub 前面 可能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shits 1.slate 可能会更 更合理一些些 OK 所以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104套 你会怎么解决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们不要 用说 这个 固定的写法 只能针对 2007套的版本 那如果全部适用的话 你可以 再多写一个叫 一个物件叫Sales Sales 是储存格 Sales 点 我想知道 Sales 如果你没有发布的话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所有的储存格 那所有储存格里面的话 它有个点Raw Raw就是列 然后后面加一个点 点Count 我记得好像有这个方法 这个 如果你不确定说 这个数字是多少的话 你可以 再到增错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 跟这样 Country 即时运算之后 你可以 加一个问号 是print print这个东西 Enter 看一下 Sales 看一下是否记错了 底下 底下我有把它写在这里 在 这里 少一个S 应该是Raw s点Count 我看一下应该是Raw s不是Raw 加一个S 也就是Sales 也就是Sales 的列 的总数是多少 有没有1048576 那这个就OK 我可以试一下 如果没有Sales Raw s点Count 这样会不会OK 也OK 所以理论上 直接打这样Raw 点Count 应该就OK了 就是意思说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列的总数 OK 不用Sales 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打这样子 所以我就可以把Raw s点Count 把它放到这个程式 取代什么 刚刚1048576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拿这个 Raw s点Count 这样就OK了 试一下 其实这个的好处 就是不需要 一定是什么 2007以后的版本 反正不管什么版本 它会自己抓到 到底它总列数是多少 OK 对相容性会比较好一些些 所以这样试一下 理论上如果今天输入 AAA 应该没有吧 按确定 查无资料 我觉得好像这样 这样好像有点没有查无资料 再跳回去 好像不够顺 是不是直接 干脆 这个不要好了 这个有点多余 可是如果没有告诉它 它好像 反正自己想想看 至于怎么样的逻辑 比较顺 这个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刚刚写完的程式 是放在第五页的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删除了下面 跑跑看 这样会不会比较顺一点点 如果颠倒一下位置 跑一下看看 反正这个有时候其实也是龟毛而已 这个其实不影响 只是 查无资料 好像好一点 所以其实 同学建议是说 可以把measure box 放在删除的后面 这样会稍微顺一点点 至于就是说 怎么样跑 比较OK 当然 你可以针对实际上 工作上遇到的实际上情况 可以稍微做一点点 程式上的调整 是不会有问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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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